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 遗传因子组合为大T小T 性状的表现全为高精 接着 当第一代自花兽粉 也就是大T小T和大T小T产下第二子代 大T小T可以给大T或是给小T 组合起来可以产生大T大T小T大T小T小T小T 大T大T大T小T表现出高精表征 小T小T表现出矮精表征 这样第二子代高精个体和矮精个体的比例是3比1 这也跟实验数据吻合 孟德尔发现这个规律后 他将弯道的其他现状 依照这个实验分别做了很多遍 也都得到相近的结果 他的研究历经了8年 从观察 实验 分析数据到推论 终于归纳出遗传学的理论 后人将孟德尔的推论 称为孟德尔的遗传法则 但当时 孟德尔的遗传法则并不被大家接受 在他过世16年后 许多科学家进行遗传实验 发现结果也符合孟德尔的遗传法则 这种跨领域的思考模式 使孟德尔被后世称为遗传学之父 可是 像孟德尔这样去推算遗传因子组合 看得我眼睛好花 由于遗传因子的组合有很多种 著名的家禽遗传学家庞尼特 提出棋盘方格法 可以简易计算清代交配后 此代可能的遗传因子组合 首先 先画一个锦字 好像要玩锦字游戏 哈哈 这样想会很有趣 以豌豆纯品系高金和纯品系矮金清代为范例 遗传因子组合为大梯大梯和小梯小梯 清代大梯大梯产生大梯与大梯的配子 而清代小梯小梯产生小梯与小梯的配子 将它们分别填入锦字的最上牌和最左栏 接下来就是将配子进行组合 大梯配上小梯 就会有大梯小梯的第一子带 把剩下的格子都组合完成 就会发现第一子带的遗传因子 都是大梯小梯 表现出高金表征 第一子带自花瘦粉后 会产生第二子带 第二子带可能的遗传因子 也可以用棋盘方格法计算出来吗 当然可以啊 现在我们就用棋盘方格法 来计算第二子带可能的遗传因子 第一子带的遗传因子皆为大梯小梯 请问第二子带的遗传因子组合 会是下列哪个选项 A. 全大梯大梯 B. 全大梯小梯 C. 全小梯小梯 D. 有大梯大梯 大梯小梯 小梯小梯 请按下暂停键 使用棋盘方格法判断 正确答案为D 第一子带大梯小梯 会产生大梯和小梯的配子 我们把第一子带大梯小梯 乘大梯小梯的配子大梯和配子小梯 分别填入棋盘方格的最上排和最左栏 大梯和大梯配对会产下大梯大梯 大梯和小梯配对会产下大梯小梯 大梯和小梯配对会产下大梯小梯 小梯和小梯配对会产下小梯小梯 数一数 我们会发现第二子带出现大梯大梯 大梯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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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梯的比例为1比2比1 老师 你刚才说 孟德尔提出遗传法则后 有很多科学家去做遗传实验 那些科学家后来发现什么呢 李李你问得很好 当时的孟德尔与科学家们 并不知道遗传因子究竟是什么物质 位在什么地方 如何控制表征 成对遗传因子如何分离遗传到子代 直到20世纪初 显微技术的进步和细胞学的发展 科学家发现碱数分裂时 染色体的传递方式 和孟德尔提出的遗传因子传递方式十分吻合 因此科学家们推测遗传因子应该位在染色体上 我知道染色体是遗传物质 位在细胞核中 正确 现代科学家经过了一连串的研究 认为基因是控制性状表现的基本单位 对具有双套染色体的生物而言 控制某一性状表现的基因 通常包含两个等位基因 位于同源染色体的相对位置上 你们看 等位基因不就是孟德尔说的遗传因子 很厉害哦 而这些等位基因的组合形式 可以决定性状的表征 我们称为基因型 像是大T大T 大T小T 小T小T 而性状表现出来的表征 则称为表现型 像是大T大T 大T小T 表现出来的会是高筋 小T小T则是矮筋 今天讲课内容很丰富咯 来练习一下看看你们记得多少呢 户图代表弯豆细胞内的某两对染色体 若大T小T代表控制弯豆高筋与矮筋的一对等位基因 已知小T等位基因的位置如图所示 则大T等位基因应位于何处 A 甲 B 乙 C 饼 D 丁 正确答案为C 又到了课程尾声 让我们一起做个小整理吧 1. 孟德尔从观察、实验、分析数据到推论 终于归纳出遗传学的理论 后人称为孟德尔的遗传法则 2. 唐尼特提出棋盘方格法 可以简易计算清代交配后 子代可能的遗传因子组合 3. 二十世纪初 随着显微技术的进步和细胞学的发展 科学家推测遗传因子应该位在染色体上 也就是现在所称的等位基因 4. 现代科学家认为 基因是控制性状表现的基本单位 最后给你个问题想一想 一般来说 生物体都是由数种不同性状组合而成 那么在遗传过程中 不同的性状彼此之间会互相影响吧 欢迎你去观察、思考、寻找答案 并留言在下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